德国如果敢逮捕普京俄罗斯 所有导弹将会轰炸德国 梅德维杰夫霸气的一句话 竟直接让德国哑口无言 曾经坚不可摧的普梅主和看似解散了 但梅德维杰夫用行动告诉众人 自己依然是普京最信任的人 那么这会是普京再次重用梅德维杰夫的信号吗 众所周知 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 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 反而自己还遭遇了严重的打击 于是在2023年3月 德国司法部长马克尔当众叫嚣 如果普京敢踏上德国领土 我们将会立即逮捕他 面对德国的口出狂言 梅德维杰夫也是当天就进行了怒怼 如果普京被抓 那就是在与俄罗斯宣战 不得不说 梅德维杰夫这番警告简直是大快人心 不过就有人好奇了 梅德维杰夫早期因为与普京的政治理念不同 早已在2020年就辞退了总理的位置 甚至还一度遭到了普京的冷藏 而普京身边的左膀右臂 也都被邵伊古格拉西莫夫等人所替代 那么普京和梅德维杰夫这对政坛长青树 真的解散了吗 1965年 梅德维杰夫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教师家庭 此时的普京已经13岁了 从小普京就非常淘气 他每天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因为受到了电影上特工的影响 让普京对特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5年 普京为了心中的特工梦想 选择报名参加苏联的克格伯部门 而普京凭借着出色的身体素质成功 对克格伯部门所录取 至此 普京就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 同年10岁的梅德维杰夫还在学校中上学 我们但从成长轨迹来看 普京和梅德维杰夫似乎并不是一路人 但在1983年 梅德维杰夫认识了自己的老师 索布恰克 而同样是索布恰克 卓裔门生的普京还在执行任务 1984年 梅德维杰夫去读大学的时候 普京来到了东德的德里斯顿地区 在这里 他担任着情报工作 并且还学习了德语 以及西方国家的文化 这些经验和知识 都在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中非常有价值 1991年 普京离开了克格伯部门 回到了俄罗斯 而梅德维杰夫 则在圣彼得堡大学 法律系担任着讲师 也正是这一年 索布恰克正准备竞选圣彼得堡市长 继续帮手来支持自己 就这样原本不相识的 普京和梅德维杰夫 就这样相遇了 由此就开始了一生的恩怨纠葛 普京从未想过 自己会与梅德维杰夫关系这么好 1991年 苏联解体 索布恰克正准备竞选圣彼得堡的市长 所以他想要让梅德维杰夫来帮助自己 而梅德维杰夫也是 兢兢业业的帮助老师 宣传拉票 为此梅德维杰夫还会在街上发传单 由于索布恰克出色的表现 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便成为了圣彼得堡的市长 这个时候普京还在为工作烦恼 得知普京情况的索布恰克 立即就对爱图发起了邀请 希望能让普京来到自己手底下工作 相比之下 为索布恰克立下汉马功劳的梅德维杰夫 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对此梅德维杰夫丝毫不在意 但这一经历也成为了梅德维杰夫 进入政坛的敲门砖 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时 梅德维杰夫是对外联络委员会的专家 而委员会的主席则是普京 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 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并发现对方的性格跟自己很合得来 这就让在政治上从未有交集的两人 变成了密友 1996年索布恰克连任圣彼得堡市长失败 梅德维杰夫和普京也没有委屈求全 一个回到了大学继续担任讲师 而另一个在准备开出租车猛声 后来普京在机缘巧合之下 来到了叶利钦手底下工作 并在1999年被叶利钦 任命为俄罗斯的代理总统 可能连叶利钦也想不到 就是这一决定 或许是他政坛生涯中做过最对的事情 当普京执掌权力之后 他急需一个帮手来协助自己 而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自己的老搭档梅德维杰夫 就这样梅德维杰夫进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中 2000年普京竞选俄罗斯总统时 梅德维杰夫像帮助索布恰克一样 不遗余力的为普京竞选出力 在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 梅德维杰夫也平步青云 成为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2005年梅德维杰夫被普京提拔为了第一副总理 明眼人都知道 普京这是准备将梅德维杰夫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后面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2008年梅德维杰夫被普京推上了总统的职位 而普京则是担任着俄罗斯总理 就这样普美组合正式成行 普京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可能就是把总统之位传给了梅德维杰夫 2008年梅德维杰夫接替了普京的总统之位 成为了俄罗斯第三任总统 但梅德维杰夫上任之后的治国理念和普京截然不同 普京是俄罗斯传统的政治强人 已经见惯了西方丑陋的面孔 而梅德维杰夫的政治方针却带着明显的清晰色彩 因为普京曾经也想管过清西方路线 而试图申请加入北约 融入到西方国家的队伍里 但西方却只想着该如何肢解俄罗斯 根本就不在乎普京的清晰请求 这也是为什么普京不同意梅德维杰夫清晰的理念 而这两种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方向几乎不可调整 后面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普京说的是对的 2010年联合国准备对伊朗实施制裁 而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但梅德维杰夫却选择跟随西方的脚步 他直接禁止对伊朗出售武器 最终导致了两个关系的恶化 2011年美国准备对利比亚实施武装干涉 而利比亚当时不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是俄罗斯要实现中东战略的盟友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会投一票否决权来终止这个提议 但梅德维杰夫却选择弃票 这一操作再次让在场众人摸不着头脑 而普京听到此事也是非常生气 直接影射梅德维杰夫的不作为 而梅德维杰夫也是不甘示弱 也是对普京给予驳斥 至此两个人的矛盾似乎在全社会上暴露 2012年普京再一次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 而梅德维杰夫依然还是俄罗斯的力 只不过我们能明显发现 梅德维杰夫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众视野上 而到2020年1月 梅德维杰夫宣布辞去了总理的职务后 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这对政坛长青术要分崩离析时 普京授予了梅德维杰夫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职位 他依然活跃在了普京的身边 一举打破了两人不合的谣言 原来这是因为梅德维杰夫要配合普京的工作而做出的改变 现在的梅德维杰夫已经浪子红头 开始以强硬的态度回击西方 那么你认为梅德维杰夫会是下一任俄罗斯总统吗 如果你还想知道哪些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